歡迎各位又全面進場 話說美國總統大選的唯一一場副總統候選人辯論 在香港時間今早就已經圓滿結束了 到底雙方候選人的表現是如何呢 在講下去之前 首先就要呼籲各位有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先講一下彭斯 他的表現就一如很多人的預期一樣 穩打穩摘不穩不火 甚至乎他的答辯技巧和控制場面的能力 更勝特朗普一籌 當然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就是這次主持人夠中立 這次主持人叫做Susan Page 蘇珊 比起上次的小華萊士很多 因為這個蘇珊 就是能夠秉持著做主持人應有的中立 他是沒有偏幫的 至於很多英美媒體形容 說這次的副總統辯論是美國人的勝利 為什麼呢 因為這次示範了什麼叫做文明辯論 實際上有兩個很重要的原因 第一 就是彭斯沒有像特朗普那樣 在何錦麗說話的時候不斷插話 第二 就是有部分媒體根本上不妥特朗普 所以對特朗普的表現肯定有偏見 但是他們沒有說不妥特朗普的 所以就造成像特朗普和彭斯的表現有一定的落差 其實就不是說差得那麼遠 你說這次文明上次也不是很顯得不文明 好了 至於這個賀錦麗又怎樣呢 賀錦麗就厲害了 簡直就是拜登的諸隊友 為什麼這麼說呢 他在這一場的辯論當中 完全是自揭底牌 當談及到中國議題的時候 賀錦麗居然就爆出了一句 說習近平在國際上所受到的尊重 是更甚於特朗普的 他這番的說法等同於送分給共和黨和特朗普 好了 整體而言 這一場副總統辯論 其實都相對沉悶 連一隻烏鷹飛過都成為了討論的焦點 你說多麼悶 但是沒有辦法 這就是副總統辯論一貫以來的傳統 因為副總統本身他就不是整個大選裡頭的焦點 而身為副手也最好不要圈奔奪主 當然你想圈奔奪主 以特朗普一個這麼強人的性格 你也沒辦法做到 彭斯也不會這樣做 當然賀錦麗就做到的 不過他也沒有這樣做 好了 其實整個副總統辯論的主軸 就是要餵著總統來吹捧 然後最重要是自己不要失分 不要拖累到總統就夠了 只不過賀錦麗就連這點也做不到 我評價他的表現是不合格的 不是說我對拜登有偏見所以這樣說 而是事實上是這樣 我就解釋給大家聽 賀錦麗其實是連番失言的 首先就是他援引了皮尤研究中心的數據 就說習近平總書記在國際間所受到的尊敬 是高過特朗普的 實情賀錦麗完全就是創解了民意調查的數據 為什麼呢 我就翻查了這個民意調查的問題 究竟是怎麼問的 人家說究竟你對於特朗普或者對於習近平的信任是有多少 人家問的是信任 但是賀錦麗所說的是尊重 兩者是不能夠對等的 你信不信一個人有能力做某一件事 是不等同於你尊不尊敬那個人的 這件事要搞清楚是兩個截然不同的概念 所以賀錦麗就是錯誤解讀的數據 而且為他身為一個副總統的候選人 他究竟是不是真心誠意地相信 習近平在國際舞台所得到的尊重 是多過特朗普先 他真是相信這個是客觀事實 如果是的話 對於美國來說都相當危險 所以他這番說話 其實是在拖累拜登的選情 在傳統的南州或者紅州 勝負距離較遠的州份 已經是很難改變得到民意結構 比如說加州和紐約州 一定是由拜登勝出的 這個沒得好說的 但是賀錦麗這番說話 對於那些搖擺州的中間游離選民 就很重要了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之前也提過 在搖擺州裡 那些選民 特別是對中國的印象 負面和反感 現在賀錦麗說這番說話 就等同於 是追中了這班人的心 分分鐘就會激發起這班人 走出來投票是投對家 投了特朗普 其實就是在幫拜登賭米 這個賀錦麗 最好他就說多些 不過他在今次的辯論當中 都說了很多 其實賀錦麗說這些 就是兵行險著 沒錯 他說這些出來 其實是鞏固得到民主黨的選票 因為無論他說什麼都好 那班的核心支持者 怎麼都會投給拜登 所以現在就應該要積極爭取 那些猶而未決的選民 昨天霍士新聞就出了一個民意調查結果 他們就說在全國範圍裡 拜登的支持度就有五成三 特朗普就有四成三 那拜登就領先一成 那其實這個數字 樂觀點來看 在16年10月的時候 希拉莉也是領先差不多的點數而已 最終的結果 就未必真的像這些民調一樣 只是一模一樣的 有另外一個問題 其實就問得相當有趣 大家都可以思考一下 這個問題就是這樣問的 到底你怎麼想 你隔離鄰舍是支持哪一個候選人呢 覺得隔離鄰居支持拜登的 就是三成八 覺得隔離鄰居會投特朗普的 是有四成九 其實這個數據就反映到 特朗普可能是有很多 潛在在社區裡面的支持者 而是他們不願意 在這個疫情這麼嚴重的情況下 去透露自己的取向 上次就已經發現到 原來特朗普很多粉絲 就不會在民調當中 回答自己真正的答案 甚至乎會回答支持希拉莉 有這些人的 這次可能這個現象更加劇烈 也不奇怪 否則就不會驅使到 那些人會認為 住在自己隔離的會頭特朗普 接著說回賀錦麗 主持人蘇珊 問到兩名候選人 如何形容美國和中國之間的關係 是競爭的對手 還是敵人 賀錦麗回避這個問題 反而將矛頭指向特朗普 批評特朗普的對華政策 造成了大量美國人 失去生命和工作 也使得美國失去了立場 他還說 特朗普對中國的貿易戰 是輸了 導致美國製造業的衰退 更加是有300家製造業工廠商要倒閉 而且還流失了30萬個就業職位 他還說這些說話 實際上 他這些說法 完全是錯誤的 明明在特朗普的任內 即是在武肺大爆發之前 他任內的失業率 是美國近半世紀以來最低的 特朗普所創造的就業職位 也是近20年以來最多的那個 還有就是 他成功把中美貿易赤字收窄 這些全部都是鐵一般的事實 是不容置疑的 但是現在你賀錦麗就說到 這個中美貿易戰當中 美國是輸了 為美國怎樣輸 你不能夠將目前 為武肺大爆發之後 搞到經濟蕭條 經濟下行這個情況 歸咎在中美貿易戰身上 這個完全是錯誤的 反而彭斯對於賀錦麗的反擊就相當到位了 他說拜登從來都不敢跟中國抗衡 這個就是講出了一個事實 拜登在任的八年期間 跟中國的友好關係一直都保持著 甚至乎拜登還有份出訪中國會見習近平 所以你現在這樣亂把官李大 把武肺造成的問題 扣連到中美貿易戰身上 是大錯特錯 這樣會令人質疑 到底賀錦麗去判別事物本質的時候 有沒有基本能力 而且很多人經常都說 對華強硬已經是兩黨共識 我一直都質疑這個說法 沒錯 民主黨和共和黨 口頭上都是對華強硬的 但是行動上 共和黨真正是對華強硬 民主黨到底做了什麼行動出來 真真正正實踐到他口頭上提倡的事情 你現在拜登又說一上台之後 會撤銷對華所加徵的關稅 現在賀錦麗又說中美貿易戰 是輸了的 這兩種說法正正就是不謀而合 而且也反映得到 如果拜登真的上台的話 看怕中國真的可以鬆一口氣了 這節先講到這裏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